那另外一头我们看到这个是各方的这个斡旋呢 外交上的对接都开始 其中对于沙特跟这个伊朗来讲 大家知道沙伊今年三月的时候是在北京啊 握手言和对不对 中国力量的介入 那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后 这两国的这个领导人才第一次通话 这个通话的时机点就是这个时候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好的时机点 说实话两国虽然已经这个复交了 但你说有没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疙瘩 我不知道但是你看到10月11号 这个伊朗总统跟沙特王族通了电话 当然讨论的就是这个尾巴的冲突嘛 尤其是沙特中东的这个大哥级 这个伊朗的有核武对不对 两个国家都很强 所以两个国家呢必须要先讲一下 双方的一些做法 那另外耶路撒冷邮报的一个主编 也告诉大家有一名犹太男子 这个在今天刷屏了 全世界非常关注 这个有一名犹太男子神秘金主 10月9号出现在纽约根纳迪机场 还有以色列航空的柜台旁边 他拿着一张他的信用卡金卡 只要这个出事 我上海有以色列的国防军的征召令 就是什么 要回国去帮忙打仗嘛 回到以色列帮忙去捍卫祖国嘛 他呢立刻刷卡帮对方买机票 他总共买了250张的机票 但我们知道犹太人很有钱啦 然后犹太人也很团结 这个时候就是怎么团结的时刻 对不对 照理来讲 这边有战火 大家逃都来不及 但是你看到很多以色列的男性 接到征兵书之后就 有没有 毫不犹豫的就回去 然后大家当然也看到了 那个飞机上的照片 里面满满的都是这个壮丁 这个以色列男子等等 所以也出现了这个景象 你就看到以色列朝野 然后从政府到民间 那个团结一致的力量 当然另一头就是那个恨意有多大 所以介大使你觉得呢 当然大家此刻最关注的还是平民百姓 我们必须要持平的讲 以色列的平民百姓 也遭到了极大的伤害 这是不应该的 这是违反法律的 但毕竟已经如此 是不是以色列 哈马斯可以这样做 我以色列就可以同比 甚至倍数的来杀害你的平民百姓 这样子可以吗 美国有力量阻止吗 好 我就问一下寒冰 那美国航母来了 对不对 福特号已经到了 然后可能还不够啊 再派一艘航母 这个艾森豪 然后战斗群也要来 然后但是苏利文已经先告诉大家 调动航母不是因为哈马斯 哈马斯那么小 调航母干嘛 而是像其他国家 就是之前我们昨天讲的嘛 所以蜡晚报的分析是准确的 像其他国家或是实体 周边的发出明确的威慑 防止扩大战争 所以会不会扩大战争呢 韩冰你认为呢 土耳其总统就已经讲了嘛 你美国航母靠近 你觉得会和平吗 反而会加大这个加萨的屠杀 所以这个美国的航母 乃至于美国对于加萨那些 平民百姓的屠杀来讲 就是一个大帮凶咯 俄罗斯的发言人 也是持同样的看法 美国你把航母开过来 就是增进第三方卷入的风险 增进这个阿拉伯 其他国家的一个团结 其实美国当然他不等不来 因为刚刚介大使也讲了 就是因为以色列就是他爸爸 所以他一定要非来不可 那问题是美国的举动 会让其实周边的国家 感到威胁性更大 因为他不知道美国 在美国的支持下 以色列会做出什么事情 那以色列又是一个 他往往在这种危急关头的时候 以色列通常会倾向于选择 最强硬的那种态度去做 所以这种状况下 他一旦看到美军来了 其他周边的国家不敢动了 他会不会更肆无忌惮的 进入加沙 我觉得这是蛮有可能会发生的 但这个航母来 有没有另外一种意味 就是想要约束一下以色列 也叫他不要扩大 其实这个是他不能讲的 也就是像刚刚我们也提到的 就是拜登私底下会去跟 纳特亚胡讲说 你不要做得太离谱 但他公开上他不能讲 因为他不能公开洗脸以色列 因为公开洗脸以色列 他自己就要倒大美 所以他只能私下悄悄的去 跟那个纳特亚胡这样说 可是问题是美国的航母来了 美国私底下一定会告诉以色列说 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我们都在看了 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会理他吗 对我就要问以色列会理他吗 我觉得以色列不见得会理他 因为对以色列来讲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刚好就趁这一次 把几十年的恩怨一次了解 最好把你们这些人全部赶跑 因为过去其实 以色列在这边冲突发生了几十年 每年都死很多人 可是这一些加萨索王这些巴勒斯坦 他是不愿意离开那里 他就是死中 很多人就是认为 就要跟这块土地共存亡 所以这一次以色列 故意做得非常的凶狠 因为他得到一个很好的借口 所以我就为什么他们会喊说 我要你全部都变成死人 我要把你所有建筑物全部弥平 意思就是要警告这些人 你们还不逃啊你们赶快给我走 其实目的就是这样 那问题是有一些人是坚持不会走的 那这些人坚持不会走以军又进去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到最后屠杀就会发生 那屠杀一旦发生 请问一下美国人怎么办 美国总不可能去制止以色列军队 叫他不要动 恐怕很难 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切发生 那美国甚至大概只会做一种事 就是动员他的媒体想办法 帮以色列认知作战 也就是不断的散布 比如说像这些婴幼儿被斩首的这些画面啊 或是告诉你说哪里又发生那个 这个哈马斯又进行什么大屠杀 或怎么样 寻找正当性 对就是不断的去帮以色列制造正当性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只能说未来的加沙走廊就是人间炼狱 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蛮有可能会发生的 那以色列如果做得太超过了 那我认为周边的国家是不会一直做事下去 这些国家就算他们的政府不出面 他们的人民恐怕义勇军也会出现 因为这些国家其实下面都有很多民兵组织啊这些 那到时候我觉得这恐怕又要变成另外一场战争 而且战争的显心程度绝对远远超过俄乌战争 因为俄乌战争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斯拉夫民族 大家有的时候还不至于太离谱 对那现在这边大家宗教也不同人种也不同 对所以完全不会手软 对而且是就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恩怨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想趁此机会解决对方 那残忍的程度绝对是十倍百倍于俄乌战争 好我要问一下张将军 这个战火现在看起来有外溢的倾向 那当然就实力不对等确实是如此 而且航母也已经来了 对不对 这个武器弹药都来了 那但是你觉得呢 再次强调这个仇恨是什么 仇恨就是基于绝望嘛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